虐狗者逃之夭夭,在场所有救援人员看到狗狗都哭了。 还记得咱们大家经常说的那句话吗?如果爱,请深爱,不爱,请别伤害。 是的,即使他无家可归,即使他流浪度日。 但至少,他还是个完整的生命,吃不饱睡不暖又如何,至少他没有遭受痛苦。 可是有些人,偏偏心理变态,偏偏要做出伤天害理智识,当他们在行凶之时,他们是最丑陋可恶的罪恶之人。 几周前动物救援人员在街道巡逻的时候,遇到了让他们震惊的事情。 他们在一个潮湿的小巷子发现了一只流浪狗,发现他的鼻子和嘴已经被人挖走了大半截,这让人感到后怕,他的门牙不见了,鼻腔部分暴露,真是害怕的同时又让人感到震震心酸。 真的不敢想象这狗是怎么活过来的,他们注急地把他带回了会所,让兽医帮他好好的检查和治疗。 可怜的家伙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全身上下都是伤痕,更不愿意让人看到他扭曲的脸。 带回去的时候,他一直往墙角躲,往兽医怀里钻,往小床单里塞,遮挡住自己的脸,大概是害怕会吓到人吧。 这些举动让在场的人哽咽。 渐渐地,经过了大家的细心照顾,和耐心开导,他终于敢于面对生活,面对一切,虽然他看起来还是满脸的忧伤,却至少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相信他一定会越来越好。 但是现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,由于狗狗流浪已久,他的皮肤被感染了,并且从检验看来似乎患上糖尿病。 这也将是他被领养的一个阻碍。 狗狗的鼻子和嘴部已经开始了慢慢地愈合,相信慢慢调理,很快就会好起来,救援人员也开始了捐赠活动,为他筹备医疗费用。 他在不停地治疗住,吃住抗生素,打疫苗,还在进行劝恶丝虫的治疗,而且狗狗慢慢学会吃东西,并一直在等待一个爱他的人出现。 很幸运地遇上了一个爱狗的妹子,不但不嫌弃他的外貌,并且对他疼爱有加,这让人感到欣慰。 欢迎投稿,爆料或者吐槽,加入我们群组我要爆料,或者发邮件到我要爆料粉丝页。 我们会有专门记者,帮你编辑成为文章,发布到我们网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